大家好,我是刘欣,感谢你们来听到我的频道。 恨不得有一场烈火烧光我和他所有的痕迹,片甲不留,寸草不深。 我想,这应该就是恨一个人的感觉,想起他便会觉得耻辱,愤恨,难以自知地去抹杀和摧毁。 可是朋友说,这是爱一个人的感觉,因为你还爱着,所以才会有这般的委屈,不甘与妒忌。 如果你不爱,什么都不会有,你不会为他纠结,气愤,难过,连恨都是奢侈的。 不爱了,所有的情绪都会归零,哪还有什么百转千回,哪还会费尽心思,一边把他拉进黑名单,一边偷偷地在日记本里记下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 那是我对他说过最狠的话,哪怕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男人,你跪着求我,我也会把你拉起来,再狠狠踹一脚。 后来,时过境迁,再想起那个人,也不得不承认,我最恨他的时候,也最爱他,用最恶毒的语言招呼他,也用最崩溃的防线留恋他。 爱是恨的灵魂,它住在恨的身体里,隐隐身疼。 魂飞则破散,爱死则恨灭。 我喜欢了他很多年,从中学时代的暗恋,到大学时代的交往,到最后彼此折磨,彼此放开手。 最初分手的那一段时间,我觉得根本熬不下去。 我疯狂地翻查他所有的微博,微信,QQ状态,想从里面找寻他的踪迹。 常常会有别的女孩子给他评论,我看了又超狂又难过,拿起电话就打给他,质问他和那些女孩子到底什么关系。 一开始,他会心平气和地和我解释,也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,他和他们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朋友关系。 后来,次数越来越来越多,他终于受不了,冷冷地丢给我一句,我们已经分手了。 也就是在那一天,我把他拉入了黑名单。 我对自己说,我不爱他了,可其实,你看到了,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 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,我开始渐渐适应没有他的日子,发现一切全然不像自己想象中难熬。 有时候我们离不开一个人,只是因为下不了决心斩断过去,我们不相信自己离开他也能过得很好。 因为我们都是很现实的人,比起要不可及的未来,失去痛苦就在眼下,实实在在地折磨着我们。 将来比现在还好吗? 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现在很痛苦。 为了不那么痛苦,我们变得歇斯底里,委屈求全。 我有一个朋友,很长一段时间也沉溺在这种痛苦里不能自拔。 他喜欢那个人喜欢了十年。 十年里,他像一普生笔下玩偶之家里的娜拉,任他摆布,对他的愉取与求,从不拒绝。 直到他遇见自己真正喜欢的人,再也不想和他纠缠下去。 他变得崩溃,一怒,一神一鬼。 那一年里,他持续地做着一件事情,把他拉进黑名单,然后再拉出来,然后再拉入黑名单。 周而复始,无袖无止。 每一次把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时,他都会发一条交情到死的朋友圈状态。 然而他从不回复,他极其心伤。 于他而言,那些阴晴不定的话语,其实全是说给他听的。 他不回应,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。 继续把他放进黑名单吗? 有什么意思? 他所有的联络方式都死死地刻在脑子里。 弯弱事故,也不济不灭。 最近好的时候,他给他打电话,求他把自己拉黑,删除,怎么都可以,只要他不再找得到他。 他给他回复,不在意的时候不会去找,在意的时候想方设法都会去找。 忘记一个人,不是把他拉黑删除,或者绝交,而是你根本不会去思考用什么方式对待他。 我这个朋友,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,放弃了自己喜欢十几年的人。 最后,他给我发微信,说现在看到那个人默默地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里,竟然一点拉黑他,删除他,和他说话的冲动也没有。 他说,我是真的放弃他,前几天,过微博,看到有人说,放弃一个喜欢的人是什么感觉。 是我不删你好友,不拉你进黑名单,不取消关注,也不删你电话。 我要做的就是,不冷不热,不悲不喜。 我就是要你看着我所有的动态都与你无关,却又在你身边不吵不闹,阴魂不散。 可是啊,因为爱过一个人很多年,又用了很多年放弃一个人,所以我知道,放弃一个喜欢的人,根本不会阴魂不散。 放弃了,你的心,你的魂,都不再与他相关,你是寂静的,还是欢喜的,都不再是为了让他看到。 你不删他电话,不拉他进黑名单,是因为已经没有必要,也不想费那个心思。 他在或者不在,与你,都不再特殊。 爱会从热烈到平淡,但放弃是从疯狂到释然,从大哭大闹,到无声无息。 那个被你放弃的人,就像一把火,曾经炙烤你,但最终烧完了,也就完了。 我问那个朋友,放弃一个喜欢十年的人是什么感觉? 他说不知道,最初是痛苦,后来是恨,最后放下的那一刻,是没感觉。 陈一迅的那首《爱情转移》这样唱着, 稍万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,把一个人的温暖,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。 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,是什么感觉呢? 是有一天你发现,你所有的情绪,都不再为他起起伏伏。 那天你发现,你每个人都不再做? 词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